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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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那我們就繼續開箱吧 你看臉裡面 你看臉裡面這個 臉裡面這個塑膠袋 它也寫說可以進行生物分解 臉裡面這個塑膠袋 它也寫說百分之百可以進行生物分解 OK 這就是我們的神奇的包包啦 Splash Splash 那我們這個包包 我選的這個包包是叫做Splash 13吋的這個包包 它的顏色是Grey跟Black 那這是還蠻特別的材質 我覺得還蠻特別 有點像是 但是 很難形容 就是一個 肯定是防水的材質 有點像是防水布嗎 帆布的材質 但是又 反正 好那我 那我定的這個包包 它的型號是Splash 13吋是一個偏小的後背包 雙肩後背包 那我定的這個背包是叫做Splash 13吋的雙肩後背包 那它的顏色是Grey跟Black 這個材質呢 剛拿出來我就覺得很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防水的材質 有點像是 雨衣 厚一點的雨衣 然後又有點像是什麼 帆布 就是防水布的材質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啦 就是你從 我是沒有看過有 背包是這種神奇的材質的 所以這個背包的特色就是它容易清潔的防水材質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容易清潔防水材質 我們待會來玩水一下 看看 所以它第一個特色就是它的 所以第一個特色它是一個防水的 所以第一個特色就是它是容易清潔的防水材質 這真的是非常特別的材質 我是 所以它第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防水 所以第一個特色就是它的 容易清潔跟防 所以第一個特色就是它的容易清潔跟防水材質 那第二個 所以看完它的介紹 所以看完它的介紹它最有特色的應該就是它這個外面的這個神奇的防水 然後容易清潔的材質 我們待會就直接來玩水 玩玩看到底是多防水 我們會搭配一堂 一會聽我們嗎? 我們會搭配一堂 非常好 分別人 好 嗯 嗯 直接来试杯一下 我们来试杯看看 我们来试杯看看 目前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我们来试杯看看 我们来试杯看看 好啦那我们就直接来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包包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功能 还有它的到底有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这个包包到底有什么特殊的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这个包包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细节 然后有什么隔层啊 到底如何来使用这个神奇的 后背包呢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我们这个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这个背包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背包到底可以装什么东西 然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隔层 还有它的设计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所以第一个我 所以第一个我发现的超级棒的小细节 就是这个 好第一个我发现的超棒的小细节就是 好第一个我发现的超棒的小细节就是这个 第一个我发现超棒的小细节就是它的背包 第一个我发现超棒的小细节就是它的背包 第一个我发现超棒的小细节就是这个背包的背带 第一个我发现超棒的小细节就是这个背包的背带 下面这个扣环的地方就是调整你松茧跟长度的部分 这个是金属 就是真材实料 它不是像是便宜的背包啊 它可能是要减轻重量或者是偷工减料 就用一个塑胶 没有这个是直接用金属的 非常真材实料 这感觉是可以用很久 而不会你跑一跑 用很久之类它就直接断掉 那这下面呢 那这个背包调整长度的这边 它有另外一个小小设计 就是一个小小的 那背包调整长度的这边 背包调整长度的这边也有一个超棒的小设计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 那背包下方 那背包调整 调整背带长度 这里我觉得也有一个超棒的小设计 就是它有一个小环 让这一条原本 What 背包下面这里有一个 背包下面这里有一个 背包下面这里有 背包下面这里调整长度 但是背包下面这里调整长度这边 背包下面调整长度这边 背包下面调整长度这边我觉得也还不错 就是背包下面这里有 背包下面调整长度这边就是这一条绳子你要把你 背包调整长度这边我觉得也还不错 背包调整长度这边我觉得也还蛮特别的 就是它有一个小 小环 背包调整长度这边 背包调整长度这边我觉得也还蛮棒 它有附给你一个小小的 背包调整长度这边 背包调整长度这边 背包调整长度这边的绳子 如果背包调整长度这边的绳子也有一个小小设计 就是它有一个小环 可以让你的这条绳子固定在你的背包上面 而不会让它这样子甩来甩去 像是普通背包你就會有一條線在這裡甩來甩去 非常的討厭 都不知道他是要 背包調整長度這一條繩子 我覺得也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他有一個小環可以讓他固定在背包上面 讓他不會甩來甩去 這真的是超讚 我目前沒有看到其他背包有這個小小的巧思啦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環的話 你就會跟普通的背包一樣 這條繩子就這樣甩來甩去 非常討厭 咲啡 可保 波 波 波波 那背包 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 我覺得 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那我看不出來他的拉鍊是什麼品牌 但是就這樣子拉起來了而已 這個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那我看不出來他的拉鍊到底是什麼品牌 但是就... 這個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這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那我是看不出來他到底是什麼品牌 也不是什麼... 這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那我看不出來他的拉鍊到底是什麼品牌 但是我能說就是他非常非常的滑順 你可以放一些小小的東西在你的背包前面 那打開... 那打開這個背包主要隔層你要從... 打開這個背包主要隔層 你這裡有兩個小小的勾環 把它鬆開 你就可以把上面這個蓋子打開 那上面這個勾環的這個也是金屬的 就是...又是一個真材實料的東西 就不是他是蘇 打開... 那打開這個背包主要隔層的話 打開這個背包主要隔層的話 它這裡有兩個小小的扣環把它鬆開 那這兩個扣環也都是非常紮實的金屬 它不是馬 要開啟這個背包主要隔層 要開啟這個背包主要隔層是... 要開啟這個背包上面... 要開啟這個背包主要隔層 這裡有兩個小小的勾環 把它鬆開 我們就可以開啟上面的隔層 那這兩個小勾環也都是真材實料的金屬 那前面...前面有三層的... 那這個勾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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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依照你背包裡面裝的東西的高度跟... 來決定說你要扣在哪一格... 所以你有三格的... 所以你有三格的... 高度可以決定說... 你要... 讓你的背包再矮一點... 或是再高一點... 就是讓一個... 那小... 那前面這個小扣環呢... 前面這個小扣環呢... 它有三...段的... 那這個小勾環呢... 有三...個... 格... 那這個小勾環呢... 上... 那這個小勾環呢... 有三個小... 格層 那這個小勾環呢... 有三段高度可以讓你選擇 就是你如果東西放比較少的話 你可以讓它在最下面這些格層 那你如果東西放很多... 可能像是有雨傘啊... 比較高的東西的話... 或者是平板電腦... 甚至是電腦... 比較高的東西的話... 塞滿滿的話... 你可以把它扣到最上面這一層... 就是你空間有更靈活的使用...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包包打開咧...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包包打開啦... 那我們背包旁邊這裡有一個... 扣...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包包打開啦... 那我們背包旁邊這裡有一個小... OK...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包包打開啦... 那我們背包旁邊這裡有... 兩個 扣... 那我們這個包... OK...那我們就把我們背包打開啦... 那我們背包旁邊這裡有兩個小小的扣...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啦 然後我們背包旁邊有兩個小小的 扣 扣 What What